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超級升旗易直播 這一節我們要講一下關於趙家賢 以及戴耀廷的問題 因為 有傳言 有些藍絲在封存 說戴耀廷以及歐樂軒 賭其他人背脊 想求減刑 其實這則新聞還在今年1月份 已經有說過了 但是當時的主角就不是戴耀廷 也不是歐樂軒 我們也會跟大家說說1月份當時報過什麼新聞 我們先說回趙家賢的案件 2019年的11月 在太古城衝突 一個叫陳真的一個大陸人 來了香港九年 當時我記得很清楚 他說來了香港九年 不會說廣東話 在太古城 下去襲擊趙家賢 統傷了另外其他幾個人 之後 他就咬掉了趙家賢的耳朵 大家記不記得當時無線電視怎麼報這單新聞 他說區議員趙家賢的耳朵跌了 這些不是新聞來的 怎麼下跌呢 你下跌給我看 這樣也敢說 新聞都離譜了 無線電視 當然是倒閉 他就不是在做電視 他是一個政治宣傳 說回趙家賢的案件 事隔 兩年之後 三年了 快要三年了 被告陳真 判監14年半 法官張惠寧 明顯 判囚時間不會短 他說這件事很野蠻 令人難以咨詢 真是很野蠻 真是很野蠻 都是用暴力解決問題 其實有很多版本的 阿士那一套的陳真是由梁小龍做的 那個也是一個沒甚麼老的人 很衝動的 但如果看李小龍組的陳真 就相對比較聰明 懂得化妝 扮鬼扮馬 前面是日本的領事 那個是比較聰明的 如果是 李烈潔有做過陳真 恩子丹有做過 基本上我都看過了 有這麼多版本 最近 看過的版本是色小龍做的 趙文卓做霍元甲 色小龍做陳真 那個陳真真的是老莽 愚蠢 白痴 基本上 當然這個就不是那個陳真 這個人 不單止很野蠻 他說他本身沒有政治立場 當日可能受酒精影響 他本身是一個家庭主夫來的 不問世事 不問世事 去襲擊其他人 咬人家的耳朵 更加應該要把他混入青山 其實這些永久不可以出風來的 你竟然一個不問世事的人 從來都不關心政治 突然會下去咬人家的耳朵 你這些人會危險到 一生一世都不可以讓你出來 即是他的危險程度 遠超 但是按照這個高尚情操官的說法不是這麼說的 情操高尚 因為跟政治立場都沒有關係 純粹那天因為喝完酒就派案 比起那些 擁有 高學歷的 專業人士 擁有更加高尚的情操 這個不是我們說的 這個不是法官說的 我用另一個形式表達 即是 他是一個 雖然 不關心政治 但是十分之厭惡的祖國 他落到他平時 一個在家煮飯的男人 就是受到這些 反國 反黨 反華分子的挑釁 所以 即時 就化身 精武門 陳真 用牙咬 制裁了趙家賢 把他的耳朵 扯下來 也是高尚情操 根據郭惠健的說法 根據郭惠健的說法 趙家賢做的行為 簡直是火上加油 用他的耳朵來引誘別人 當然 很多法官是很無聊的 這個法官也算是 公正的判一件案子 我不會再這樣評論 坦白說 我不會因為 他們 做稍為正常的事 然後去稱讚他們 本身就應該是份內事 這是份內事來的 份內事就叫人稱讚你 你做壞事就叫人家監察你 你吃招了 他說 家屬也有求情 要他賣屋賠償 據說就賠了190萬給趙家賢 其他他另外董商了一個人 最後也是賠了錢的 你也有陳太高城賣 那也不錯 陳真也算是做一些好事 在他進去坐牢之前 但是 真的要跟大家說 很多這些瘋子 這個世界很多這些瘋子 就是一時間衝動 愛國熱情上手的陳奕迅 發了瘋子 他真的跟Adidas解約 我想說的 反而有些 保留 不是保留 反駁 我認為這個法官做的事 簡直就是把 擁有愛國情操的人 迫害 這個要調查到底他的背後 是不是英美勢力 愛國的陳真也給你拍 東亞病夫 中國人 東亞病夫 我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剛才我即使看了五個人做的 不同擺本的陳真 其實陳真是一個虛構人物 這個人物 是誰寫出來的 是魏康寫出來的 當時精武門這個故事 就是魏康做編劇 所以這個故事沒有這個人的本身 是他編下去的 東亞病夫的那塊牌匾都是假的 都是魏康寫出來的 可能不是他寫的 原來是他寫的 手字很漂亮 手字很漂亮 連那份字和道具簿也混在一起 好了 那個叫做 洋人與犬不得內准那個 也是他去求的 那個位置 拍攝的場地 就原來是澳門來的 其實魏康是最早吃這條愛國水的人 吃了幾十年了 因為當時他 拍《唐山大興》那些都是他編劇的嘛 那些編劇全部都是打洋鬼子 肚肚也是打外人的 所以我再跟大家認真說一次 其實大家 以前 全部 我們 都是藍絲 全部人都看這些東西 全部看這些東西 當時你有沒有去查過 當然沒有啦 你一定是照當是真的 看《黑太陽731》 黑太陽731可能是有些真有些假的 你看到 李小龍拍的戲劇全部都沒有民眾意識的 猛龍每個人都不打意大利 這些就是納粹 納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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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家賢也是在47個被告之中 其中一個 現在坊間竟然有些藍絲 說戴耀廷 讀灰 他講誰呢 我也可能會相信 戴耀廷肯定是不會這樣做的 他是會因然去 慷慨賦耳的 因為我們之前坐牢 前後我們也見過他 我們也很清楚他的為人 你說誰也可能會相信 說戴耀廷誰也可能會相信 反而 一月份就有一個版本 大家在電腦上 如果在網上Google搜尋 你就會 說這個泛民篤灰 當時的主角正正就是趙家賢 因為我們 也不是正正就是 快必在庭上大喊 問趙家賢安不安樂 類似是這樣 這個當時的泛民裏面 傳得很重要的 當然啦 這些是比較對於 整個整體士氣可能不是那麼好 我們也沒有提過了 我們是知道的 是有人向我們報料的 但是 也有一個法律界的朋友說 其實他 都沒有用 因為 現在大部分人都準備認罪 那個版本不是這樣的 他說 有人一心預備要篤灰 這個就是 民主派裏面某些高層 傳出來的消息 確實了消息 但是問題就是 他想篤 不代表有人收 因為 絕大多數人打算認罪 你想做污點就不用做了 因為既然也不用審 那又要做甚麼污點呢 結果有人offer了 做這件事 就 自己變成condom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變成了快必在庭上 爆了出來 當時1月份報紙有報過的 大家如果去google search 查一下 1月份快必 在庭上 大聲咆哮 老敲應該說 我們不是需要用那樣東西去助證 現在是有人報料 我們就照樣說的 我們verify了Source就會報 說了很多次 媒體是一樣的 你不會問回那個 01報的時候 或是明報報的時候 你會不會叫他交代 Source在哪裏 當然不會的 他有Source就要報 如果不是哪裏有獨家新聞 這個世界 我們也看到現在這些情況 在泛民裏面出現 其實一點也不奇怪 說真的 你說要面對幾年的牢獄之災 有誰能接受到 個個都接受不了 問題就是可能有些人心態強一點 有些人心態弱一點 好像戴耀廷 肯定 我覺得他是會勇敢地面對 沒有人心態弱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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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案子還沒有審 已經坐了一年多了 是不是 你想想多嚴重 對於你剛才的說法 我也想回應 關於什麼影響士氣 那個說法呢 坦白說 這個說法很不堪 如果你說烏克蘭有人叛變 加入俄軍 一起殘殺烏克蘭人 那你覺得這個 你要怎樣對付他呢 我想問大家 你不是隱瞞這件事 你不是任由他 出於善意 或者一時間受到迷惑 你不會幫他說話 其實你是要消滅他 如果他叛變 沒錯 但是香港情況不一樣 因為香港情況很不同 因為我們經常都被人 無憾 被人冤枉 我們把泛民很多不堪的東西說出來 每一次 受害的都是我們 所以我們選擇不說 一直都是選擇不說 即使泛民多少出賣 手足的東西 多少不堪的事情 這節說了就要說了 那麼多年以來 很多人真的攻擊我們 說我們專門架分裂 跟著說我們籌棋 那些全部都是 那些 那些 嚴格來說 不知道是不是五毛利 你說他可能是 中共的間諜也可以 說這個是五毛利也可以 或者是一些 有心人 故意 就走來 武陷我們 那就奇怪了 我們說的時候 但是你們 在網上說我們 不用拿證據出來的時候 你不是分裂的 但是你指控我們 說的時候就是分裂的 但是你批評我們的時候 就不是你搞分裂的 這個不是相同標準來的 沒有的 沒有標準的 這個不是相同標準來的 這些人在說的話就沒有了標準 因為你說我們批評人家的時候 我們還要拿證據出來 你說這樣是搞分裂的 你說我們的時候 你就在分裂了 還要你沒有拿證據出來 很多人基本上都不是同路人來的 所以就告訴大家 就是這樣 我覺得很多很多 外面有很多人批評 本身那些人都沒有份的 基本上沒有參與過這場運動 例如有個18年已經逃亡了 去德國的 全家產 19年 他根本就完全沒有份 你在外國吃人圈饅頭 都敢批評我們 還有人會相信他 你說是不是很多弱智的人 是增大量弱智的人 但是沒有辦法 這個世界甚麼人都有 這一節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我們先說這麽多 好嗎 謝謝大家